今天给花友们看看花友们寄过来的花都养的什么样了 还有我们从网上买的一些 这个是这两天的 这是那芙蓉花裸根换土 然后也可以晒太阳 不是说不可以晒太阳 是避免强光的暴晒 正好呢我们这边中午它就晒不着了 现在呢又开始发一些心眼 这个就贼好活的一种了 这是昨天刚寄过来那个银杏 昨天刚寄过来那个来的时候就不行了 要咯屁了 刺板现在会黄掉一大部分的叶子 先跟这个花友说一下 这些个老叶子肯定会黄掉一部分 由于它长得太密我就不修剪了 不好下剪刀我没整它 这个要过点时间才看出来 这个是咱们的那个悬叶 悬叶采叶木是吧 旋转采叶木 活了啊现在有长新叶子 非常的好活 这个花友的那个晴岩蓉那天被曝晒了一下 这从网上买的那个胶槽 这个胶槽就喊豆瓣绿 但是这个长得就非常好看了 活得很好 这是安库杜鹃 现在长得看完一波花了 到秋天还有一波 这是三角梅 裸根换土的三角梅 现在一直在开花 前两天刚给它修剪过 这个是紫藤啊 这个紫藤呢 是跟那个花友的老庄一块来的 我留下了一个小的 留下了一个小的 我养着玩 我准备养到开花 养到开花给花友们看一看 其实老庄不是不能买 我就建议大家买这种小的小老庄 链手呢 一个是活性高 再有一个是呢 就是死了也不心疼 存活率它这种活性会高一些的 花友说它当时这个 就是为了让你送给花友 给花友抽出 哦这就送给花友的行 现在也可以抽了 就已经活了 也是用泥炭土啊 洗根换土的 卤冰花现在开花了 这是咱们压的那个 纤约约约约约 该浇水了这个 美女鹰现在也开花了 沙漠玫瑰 那个是它寄过来的 这个要割屁了 要死了 这水大了 要浇水浇多了 然后这里边也烂了 看到没 本身来的时候就可能真菌感染 里边有冰害了 没有好好处理 这扔掉就行了 把这个送给它吧 牡丹牡丹现在就是下入了半休棉期了 这段时间你不用管它了 你就不用浇干透的再浇就行了 这是花友寄过来的嘛 来的时候要死了 现在就是光照给住 少水少浇点 买的这个 从网上买的这个茉莉 你看就不行 怎么着都不行 这花友的那金菊 说是要给它寄回去呢 花友说再让我养一段时间 那就给它养一段时间吧 枝子花也是花友寄过来的 说浇苗了 浇苗了没完事 就是好好晒太阳就行了 该浇水了这个 这个天天浇不怕 这是我们后期小哥 拿过来的这个草莓 他爸爸养着的 爸爸养着 养肺了要 我们种的小葱 小葱也快嗝了 最哇塞的就是个铁线莲了 来的时候就那一小根了 现在陆陆续续的 一直在开 一直在开 很棒 这花友寄过来的风车茉莉 浇苗了说是 现在在这先缓着 前两天买的这个花叶落实 也是家族头科的 也缓着吧 这个花友 这个不是花友寄的 这是我从网上淘的一个 这种苗情就很差了 只能说 太差了 来的时候就已经捂坏了 要不行了 咱们自己分租的六位力 越长越好 这个别老浇水了 这个 这个别老浇水了 这个是那个 虎翅梅 花友的锐香 在我边待了快半年多了 都 花叶熊长木 这是我做棒棒堂的 现在长出来叶子 带叶绿树的不怕 不带叶绿树的 这种一晒就焦 下面的是薰蜜草 薰蜜草现在长疯了 九里香 是一盆咱们分出来了 有七八盆 将近小十盆 那个样子 这些都是这个九里香 全部都是 桂花 花友的这个桂花缺肥了 我最近一段时间 好好给它试试肥就好了 还有这个也是 也是缺肥了 这是龙土猪啊 花友就要了一颗 其他的呢 就是都给花友们抽出去了 我留了一颗 给它寄了两颗 寄了两颗哈 这花友寄过来的那个 要死了的那个梅花 反正已经死透了 我已经把我那颗养的 那个梅花送给它了 这几个是那个四肢血 四肢血现在都活了 都活了 到时候长满了根 给你们寄过去了 金边锐香嘛 花友的 这个来的时候就不行了 能活吗 或许 现在我剪完之后呢 我看有一些小牙蜜要往外冒 看到没 或许能活哈 但是别抱太大的希望 该浇水了这个 浇一遍透透的水给它 这个是咱们买的那个 木箱 黄木箱 剪完以后 现在就是太阳也给足了 慢慢的就半日照了 这个仙客来啊 我给花友们说一下 它的一个老球越长越大 但是它从边上分出来的 应该是它的星球嘛 它要开花 看到没 这些老一 它长得就这样 而且到了夏季高温的时候 它又下入短暂的休眠了 所以说就半日照就行了 这种时期最好是 相看来在第一代的时候 它开的是最漂亮的 第二代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大量的肥力支撑 它才能开出来第二波花 林兰花期已经过了 花期好短感觉 这个是香日葵 香日葵的话 老是爱缺水 老是爱缺水 我说换盆也忘了给它换 还有这个千年木 千年木也长得挺好的 很多话说 老花你你怎么养的花 怎么都那么惨 那话我们说 稍微好一点的 有点样子的 都给花友们 该送的都送出去了 该抽的都抽走了 花友们寄活的那些花 也是该给人寄回去的 都寄回去了 所以说 你们看到的这些 都是不怎么挖晒的 这叫住院期 是吧 抽院的那些都很漂亮 后期我给你们要点 它的那个图片 或者是视频给你们看 这个就是花友寄过来的最大的一颗花了 就那个茶花 现在我还是不敢修剪 因为它缓苗的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 很多的芽点还没有完全长出来 就只能 现在还是说只能看 只能让它缓着 别的没什么高招 因为病来如山倒 去病如抽丝 这边还有几盆 这是花友那个500块钱的大嘎的 哎呦 长得实在是忒慢了 来的都快大半年了 这是边上要生一根出来吗 是它的吗 真是它的 我发现这个东西 是不是应该用什么东西 全部给它盖起来 这样会长得更好 你看是吧 好消息 马上要出第一个叶了 但是上面这个越长越大 来的时候一不点 现在长得那么大了 还是不出来 我怀疑啊 就是空气速度不够 前面之前我给它掏了个袋子 掏袋子吗 你空气速度太大了 它还烂 空气速度不够了 是不是还不长 所以话我们就尽量的别玩这种很冷门很贵的东西了 这个袋鼠栏是最我最不待见的一个 现在是越长越好看越长又好看哈 开的花也越来越好看了 太漂亮了 红掌 咱们养的就开花没断过 对吧 咱们养的这个就是花开不断 就是用一份好土适当的来点肥料 不要强光暴晒 不要太冷就没问题了 花友的这个白锦和果鱼 之前生过一次红蜘蛛的这个呢 打过一次药 现在还是没缓过来 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 马上要长新叶子 好消息就在这了 这是咱们自己的白锦和果鱼 你看咱的就比它这好看 嘿嘿嘿 这个是分猪的一个黑天鹅 黑天鹅海鱼 这个有点水大了 迷你出类草 得过一次很严重的红蜘蛛 哎呀我现在让它缓着吧 这个就是花友的那个云南瑞香 这个东西你尽量别玩 它对于空气势度的要求太高 套袋子就出牙 不套袋子反正就嘎巴 你就离不开袋子了 你养的玩意反正是你自己悠着点吧 空气度不够就别玩了 花友的寄过来两个十花会让我养的玩 不过活的都挺棒的 花友寄过来那个兰花 死了一大片留下了三两颗 这也是花友的桂花 寄过来桂花老庄 我给它扔棚里边来了 在外边老是感觉空气势度差点意思 别的也没啥了 然后有想要寄养的图宝 就可以给我们寄养了 还那句话 你看到的都是不好的 还在住院期的 好的那些我们都记得了 最后大家伴随着看视频的时候 记得双击点个赞 我是老花一 养花之战一 谢谢大家的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